这是科技 这是曼赤肯 这是你的青春 这是短马简讯 这是政府专用短网址 他们都很短 数位部推出的政府短马简讯111 即将在2023年底上线咯 收到缴税缴费补助 等等政府的简讯通知 总觉得有点困惑 到底是真的假的啦 以后只要看到从111发出的简讯 就表示这一定是政府机关 所传送的讯息啦 除了简讯有时会让人困惑的 还有陌生网址 有心人士常会制作钓鱼网页 伪装成政府网站型片 真是太坏了 不慌张 数位部还有其他手牌 政府专用短网址 这个服务不只能将网址缩得很短 还让人看得很清楚 只要认明网址第一段的结尾是 gov.tw 就可以知道这是政府的网站啦 推出至今 专指数已经超过2300万次 而且而且 短马简讯和政府专用短网址 都只有政府机关才能申请使用 因此无法被假冒或篡改 让短短好记忆的他们 也值得信赖 多管旗下防犯诈骗 数位部和你一起努力